没辙了 最近这段时间 小明上班总是迟到 今天早上公司八点开会 他又迟到了 经理非常生气 大声地问小明 你怎么又迟到了 今天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下次再迟到就没机会了 小明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对不起经理 我上个月刚搬进新家 现在新家离公司 比以前远多了 您别着急 别生气 我相信我会找到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的 经理听完 更生气了 说道 什么办法 很简单 你只要早起一点 就不会迟到了 小明说 经理 关于这一点 您说得很对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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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这样做的 经理听完 觉得很奇怪 就问小明 你都早起了 那怎么还迟到 小明 小明苦着脸说 经理 没辙了 我已经起得很早了 但是 外面 没有公共汽车啊 最近这段时间 小明上班总是迟到 今天早上 公司八点开会 他又迟到了 经理非常生气 大声地问小明 你怎么又迟到了 今天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下次再迟到 就没机会了 小明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对不起经理 我上个月刚搬进新家 现在新家离公司 比以前远多了 您别着急 别生气 我相信 我会找到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的 经理听完 更生气了 说道 什么办法 很简单 你只要早起一点 就不会迟到了 就不会迟到了 小明说 经理 关于 这一点 您说得很对 我同意 我也是这样做的 经理听完 觉得很奇怪 就问小明 你都早起了 那怎么 还迟到 小明 哭着脸说 经理 没辙了 我已经起得很早了 但是 外面没有 公共汽车啊 时光 不停的 在穿透 现在你是谁的英雄 回答你和我的时空 抱紧的我 让我心痛 眼泪划过我的面容 闭上眼睛 会是后梦 无论你是谁的天空 经理 我是你的英雄